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原先只能停42辆车的驳位增加至352个停车位 服务于周边的小区、商超、酒店和商务办公楼 流畅 该车库为12层轿箱式垂直升降立体车库 根据该区域车流量、停放时间段及投资性价比等因素 设置4个控制单元 每个单元两个入口、两个出口 车库左侧为入场通道 进车口设置在车库背面 取车口设置在车库正面临阶侧 使存取车进出流畅 有效避免道路拥堵 智慧 存车时 车辆驶进存车室入口 地感线圈自动感应 车库门自动打开 车辆驶入存车室后 车主在存车室门外的屏幕点击确认 系统自动完成存车动作 取车时 车主可使用微信小程序 输入车牌号、刷连等不同方式取车 并自助缴费 等待90秒左右即可完成取车 智能方便、快捷又安全 安全 入口宽敞明亮 配备导航静面 车辆停入存车室后 语音提示驾驶员关好车门 拉手刹 收反光镜 及时离开存车室 车库外门关闭后 内门打开 全方位确保人员安全 车库配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先进的夜饮驱动系统 运行平稳高效 车库20余项软硬件保护措施 确保车辆安全 美观 车库外表灰白相见 极具现代感的设计独具特色 与周边建筑完全融为一体 成为繁华街区的一道风景线 明亮宽敞的出入口两侧 设置广告位 量化车库的同时 增加了车库运营的附加值 该车库最大特点 是充分利用既有空间资源 因地制宜 见缝插针地采取智能停车技术 破解老旧城区停车空间不足的难题 提升立体停车场建设的可行性 增加公共停车博位供给 从而缓解城市停车难题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停车库用地为企事业单位用地红线内空间 通过引入社会资本 采用BOT模式建设 极大缓解了周边老旧小区停车难题 同时也可为促进城市静态交通有序 健康发展 破解城市社区停车拥挤等难题 提供借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